欢迎大家收看香港简报、粤语版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菲律宾跨性别选未选手缓和曼谷争斗的紧张情绪 码头Rike在公布平行离后 旨在通过促销活动刺激消费 中国监管机构对小型银行的债券购买进行审查 因市场飙升 中国的黄金狂潮已持续16个月 价格创下历史新高 Bravan Howard在亚布达比建立了一个价值100亿美元的据点 请大家收看 菲律宾跨性别选未选手缓和曼谷争斗的紧张情绪 南话早报 菲律宾跨性别选未选手拉斯 帕切科呼吁他的菲律宾同胞对泰国主人表示尊重 此前在曼谷发生了一场争斗 两名持旅游签证的菲律宾国民被控在星期一晚上 在素昆日11行一家餐厅外 集击了六名泰国跨性别人士 这一事件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的呼吁 要求泰国人在菲律宾人所住的酒店外集会 警方和嫌疑人之间发生了进一步的冲突 帕切科在去年的国际皇后选美比赛中排名第六 他表示他爱菲律宾和跨性别社区 但强调在国外时尊重的重要性 码头Rike在公布平行离后 旨在通过促销活动刺激消费 南话早报 香港零售物业拥有者九龙仓集团表示 将通过促销活动来提升其商场的消费支出 尽管收入增长7%至133亿港元 但去年净利润下降了3%至60亿港元 7.67亿美元 该公司表示将与政府合作 推动香港的消费支出 由于全球经济放缓 地缘政治担忧和美国总统选举等因素 预计今年香港的零售业表现不佳 中国监管机构对小型银行的债券购买进行审查 因市场标升 彭博社 中国监管机构正在调查地方银行的债券投资 担心他们从事的事投机交易 而不是支持经济的贷款 政策制定者要求农村银行提供有关其债券交易活动 交易对手和投资的必要性的信息 他们还要求银行解释如何专注支持小型企业 随着收益率下降 监管机构正在加强对债券投资的监管 这使得银行不愿将更多资金分配给贷款 市场逆转可能会使银行面临损失 中国的黄金狂潮已持续16个月 价格创下历史新高 彭博社 中国的中央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 于一月份连续第16个月增加了其黄金储备 该银行增加了约39万盎司的黄金 使其总持有量达到7258万盎司 约2257吨 中央银行的购买 尤其是中国的购买 一直是推动黄金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 在国内市场上 尽管价格高企 中国买家对黄金的需求仍然强劲 因为对国家经济复甦的担忧 推动了对避险资产的避风港需求 Brufan Howard在亚布达比建立了 一个价值100亿美元的据点 彭博社 Brufan Howard Asset Management 将亚布达比打造成其最大的风险承担中心 从该由掌国的国际金融自由区管理 约100亿美元 这相当于其总资产的三分之一 超过其在伦敦或纽约的管理资产 李小龙电影公司考虑出售新加坡电影院 消息人士称 彭博社 产天家和娱乐控股有限公司 正考虑出售期在新加坡和台湾的电影院 希望该资产至少估值4亿美元 这家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正在与顾问合作 就潜在的出售进行咨询 并已接触潜在投资者 其他电影院营运商和投资公司已表达了 初步兴趣 报道出来后 产天家和的股价飙升了多达23% 该公司还可能考虑出售期在香港的电影院 具体取决于投资者的回应 习近平的高科技推动激发了对新中国成长股的尋找 彭博社 投资者正在猜测那些股票将从中国培育新的增长引擎计划中受益 该计划还不明确 但人工智能、芯片製造商和自动化等行业被认为将成为重点 电动车生产商一直狠受欢迎 但激烈的竞争使投资者尋找新的机会 像中心国际和华雄半导体这样的芯片行业领导者可能会受益 同样,开发人形机器人的公司也可能受益 虽然一些投资者希望获得更多计划的细节 但其他人则在寻找能够维持未来收益的驱动因素 新的香港竟增加了游泳和瀑布 全长100公里横跨城市 南华早报 香港的远足者正在设计自己的路线穿越城市的乡村 其中包括一条100公里的游泳 远足和攀爬瀑布的路线 这条路线以其创建者结合 亚格尔和斯图尔特 罗斯的名字命名为亚格尔 罗斯布道 连接了各种远足和攀爬路线 其中大部分都远离人烟 并在其中游泳 这对夫妇在香港马尔文书院教书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组织这条路线 这条路线从香港东北角的吉澳开始 结束于深井附近的一家著名鵝肉餐厅 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在前两个月超出预期 表明需求正在改善 美联社 中国今年前两个月的出口和进口超出预期 表明需求可能有所改善 因为该国正在努力促进经济复苏 一月和二月的出口同比增长百分之七点一 进口增长百分之三点五 中国实现了1251.6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由于全球需求疲远和国内房地产危机 中国一直在努力从疫情中恢复 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约百分之五左右 这被经济学家认为是红心勃勃的 他们认为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 中国同野链厂商将讨论减产措施 因费用暴跌 彭博社 中国最大的同野链厂计划在下周举行会议 讨论潜在的生产削减 以应对多年来最低的矿石加工费 这些费用被称为处理费 由于海外矿山中断和中国加工行业的过程产能 以降至历史伸低 虽然一些野链厂正在考虑联合削减生产 但所有工厂可能难以就此计划达成一致 鼎盛非铁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Tonling Nonferris Metals Group Holdings 等顶级生产商表示 他们没有计划削减产量 据称卡来尔 CVC和KK是对萨姆逊尼特感兴趣的收购公司之一 彭博社 包括海雷集团 KKR 贝因资本 CVC资本合伙人和DCP资本合伙人 在内的全球收购公司 对行李商制造商 薩姆逊国际表达了初步兴趣 如果薩姆逊决定私有化 这些私务股权基金可能考虑组成联合体 然而 薩姆逊的分散所有权结构 可能为任何交易带来一些障碍 谈判仍处于初步阶段 各方可能决定不继续进行交易 轻能初创公司H2将在香港建立基地 作为进入海外市场的发射台 南华早报 总部位于香港的绿色能源初创公司 H2Solution计划在该市的科技园设立业务 该公司生产轻燃料电池系统 已与香港科技园公司进行了谈判 已参与其枯化计划并成为其位于 白石角的设施的租户 H2Solution计划在今年中旬 从战略和私人投资者 哪里囚集至少5000万港元 640万美元的第一轮融资 现场市场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英格兰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安德鲁·哈尔丹表示 英国财政预算本可以更有野心 但财政大臣杰里米 亨特可能受到来自 特努斯危机的记忆所限制 哈尔丹表示 经过去年的危机 金融市场现在已恢复了镇定 一个关于增长的好故事的预算 即使以增加借贷为代价 也会被接受和欢迎 蓋伊·格里菲斯海军少将 奥大利亚人 生于1941年 是英国皇家海军皇家海军战艦 反击号 在1941年沉没事件的幸存者 英国每日电讯 奥大利亚皇家海军的海军少将盖 格里菲斯于101岁时去世 据信他是1941年12月10日 南中国海战役中战斗巡洋艦 反击号 沉没的最后幸存者 格里菲斯在青少年中卫训练期间 被分配到了 反击号 该艦和战艦 威尔斯亲王号 在马来亚东海岸被日本空军 压倒性的空中力量击沉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格里菲斯透过延枪逃生 原着船延滑入水中行面遇难 获救后 他完成了训练并在二战和朝鲜 战争期间担任各种海军职务 他因在越南战争中的行动 而获得结出服务勋章 退役后 格里菲斯积极参与各种退伍军人组织 并担任澳大利亚退伍军人和国防服务委员会的全国主席 长达24年 中国出口增长大幅跳升 为需求的积极信号 彭博社 2024年前两个月 中国的出口增长了7.1% 超出了经济学家预期的1.9%增长 这被视为对中国经济的鼓舞 该经济一直面临需求疲弱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压力 然而 商务部部长黄文桃警告称 由于海外需求下降 贸易前景仍然非常严峻 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约5% 但经济学家认为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拜登 特朗普争取海利选民 2024年美国选举的新长行 南华早报 乔 拜登和唐立德 特朗普都在努力争取离基 哈利的支持者 这个群体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可能发挥关键作用 哈利于周三退出了共和党提名竞选 但并未公开支持特朗普 他表示特朗普需要赢得 那些一开始没有支持他的选民的支持 在三个关键的争夺州 将近57万选民在共和党初选中投票支持了哈利 使他们成为大选中一个潜在重要的群体 香港法院确认对民主派活动家的重要煽动罪定罪判决 多伦多声报 香港上诉法院维持了民主派活动人士 谭得志的40个月刑期 裁定批评法律或高呼反政府口号 足以将某人判刑煽动叛乱 谭得志于2022年被判犯有11项罪名 包括7项发表煽动性言论 他的律师辩清 检方未能证明他有意煽动暴力 因此应该撤销他的定罪 这一裁决预计将指导该市其他煽动叛乱案件 该市的言论自由日益受到限制 毛石医药科技股价下跌 美国参议院小组推进禁止交易法案 彭博社 中国生物科技公司毛石华希药物研究 有限公司的股价在美国参议院委员会 推进一项法案后下跌了多达21% 该法案可能禁止中国生物科技公司 获得联邦合同 这项法案是 生物安全法的一部分 由一个跨党派的众议院和参议院 议员小组于1月份提出 他们认为这些公司受共产党控制 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 该法案仍需通过国会两院 并经总统签署才能成为法律 香港金融公司渴望利用现金换取 居留计划吸引富裕客户 南华早报 香港领先的银行 包括汇丰银行 中国银行 香港 万通保险和光大证券国际 正被与重启的资本投资入境计划 CIS 相关的查询所淹没 该计划允许赋予予 获得快速入境居留权 改革后的计划不包括住宅房地产 而之前的计划每年吸引约4000名申请人 目前的3000万港元门栏时之前的三倍 这意味着该城市每年可能会吸引1200亿港元的流入 大家好 我是陆博士 来自六道世界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最新的新闻 首先 菲律宾跨性别选美选手拉斯 帕切科呼吁对泰国主人表示尊重 缓和了曼谷发生的争斗的紧张情绪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呼吁 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身份和权利 接下来 香港零售物业拥有这九龙仓集团表示 将通过促销活动来提升商场的消费支出 希望这些促销活动能够为香港的零售业带来一些好转 因为目前的环境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 中国监管机构正在调查地方银行的债券投资 担心他们从事的是投机交易 而不是支持经济的贷款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监管行动 目的是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中国的黄金狂潮已持续16个月 这表明人们对避险资产的需求依然强劲 黄金一直被视为一个安全的避险投资 尤其是在不确定的时期 这个趋势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Burvan Howard在亚布达比建立了一个价值100亿美元的据点 这是一个重要的举动 可以帮助他们扩大在中东地区的业务 产天家和娱乐控股有限公司考虑出售期 在新加坡和台湾的电影院 这可能是为了调整他们的业务策略 电影院行业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和挑战 这个决定可能是为了应对这些变化 投资者正在寻找中国的新成长股 他们认为人工智能 芯片制造商和自动化等行业将成为未来的增长引擎 这是一个有趣的趋势 我们可以期待中国在这些领域取得更多的突破和进展 今天的亚洲股市呈现混合走势 这一点并不奇怪 因为市场总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投资者应该保持冷静 不要盲目追逐市场的波动 而是根据自己的投资策略和风险承受能力 做出适当的决策 香港的远足者正在设计一条穿越城市的乡村路线 这对于那些喜欢远足和探险的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希望这条路线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舒适和安全的环境 让他们享受大自然的美丽 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在前两个月超出预期 这是一个积极的讯号 表明需求正在改善 这对于中国的经济复苏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期待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 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中国最大的同野链厂计划在下周举行会议 讨论潜在的生产削减 以应对多年来最低的矿石加工费 这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旨在维护同行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收购公司对行李商制造商 杀母信国际表达了初步兴趣 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收购案例 这将有助于推动行李商行业的发展 并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香港正在吸引富裕客户 通过现金换取居留计划来促进经济增长 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做法 可以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香港 促进城市的繁荣和发展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们一起回顾了各个领域的重要消息 我希望这些新闻能够为你提供一些有趣的信息和观点 现在我们欢迎观众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你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道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致富、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致富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道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道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指示colon6duelbrief.com 你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道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各种简报